大家好,歡迎來到聖經徵讀 今節我們會和大家一起看以塞亞書 這個詮釋是來自於馬友祖的 他的書名叫《神必救贖》 《以塞亞書詮釋》 他一開始有個序言,我們一起看 以塞亞書在《舊約群》當中 內容的深奧奇妙和廣博令人沉醉 實在是無語論比 這本書就像是一座宏偉的建築物 神聖宿木的大教堂 也像是危坐聳立的群山的奇風 令人嘆為觀止 以塞亞書無論在神學、預言 還是在文學上都是居於聖經各書卷之貫 就神學來說,這本書是系統神學的就真本 就像是神論、創造論、默示論、基督論、聖靈論 天使論、選民論、救贖論和末世論都在其中 解經家說以塞亞書裡 從撒旦起初的反叛 以至到救主的再臨統治 書裡的神學重點都是應有盡有的 就預言來說,這本書具有精細和廣博的預言 就像是日路撒冷的滅亡 選民的復原,重為喜樂之城 古歷的召准,選民歸回 基督的降生、代死、作王都在裡面 就像是文學來說 書裡的顯示用字被稱為賢簡易核 詞匯也是愧例 是先知書中的沙士比亞 精湛動人、文師豐富 就信息來說,書裡有 有林言義路的責備 也有慈母猶聲的安慰 有責打和前果 其信息就像是四福音一樣 所以有人說他是以塞亞福音 也從他的救贖論來說 就像羅馬書 所以有人說他是救藥的羅馬書 透過書裡的文字 不難發現到先知的信息氣勢磅駁 高礦時天崩地裂 柔和時楚楚動人 先知本身具有微塞亞的性格 真理尹藏在他的生命裡 令他藉著這卷永遂千古的預言書 將神的道表達得淋漓盡致 令人可以得見神的心意 所以願神使用這本書 令我們越法看到先知所體現的 就是神是我們的士師 我們的律法師 我們的王 我們的救贖主 好了,我們先講這一節到這裡